1 2 3 山东太阳挖出西楚霸王项羽墓 当考古砖家打开彩绘棍材盖板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把棺果板洗干净了以后 发现这么一个暗红色碗 内观的棺盖上面 有一个脚印 一个硕大的红色脚印 让从事考古领域二十多年的专家非常惊诧 直呼这辈子第一次遇见 通过测量脚印的大小刚好四十二码 这只诡异的红色脚印到底是谁留下的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牧主人的棺板上呢 就在大家疑惑之际 接下来出土的物件 让专家愤怒不已 大声怒斥道 简直禽兽不如 专家到底发现了什么 情绪竟如此激动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加个关注 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 项羽木之秘 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旧县乡的旧县三村 当地村民突然被一声爆炸声惊喜 因为这里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 就是西楚霸王项羽 就葬在这里 而且在它的棺材中 还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 两千多年以来 盗墓贼一直虎视眈眈 这让当地的文宝工作人员变得十分紧张 这盗墓贼不会把项羽给挖了出来吧 接到村民的举报 文宝人员立即赶到了现场查看 通过被盗墓贼挖出来的散碎竹席和果木碎片 专家初步判定 这是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大墓 难道这里真是项羽的长眠之地 文宝人员不敢耽搁 立即将这个消息上报到了国家文物局 经过国家文物局同意以后 考古队员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经过测量 专家们得到了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 这座大墓的风土堆高达8.5米 底部对角线约为63米 墓口呈封形 变长30米左右 显得非常壮观 别看就是王侯将相人物 才可以配的刺墓 过完国庆节以后 考古队员立即对大墓的风土进行了清理作业 当风土全部清除 露出墓口后 考古队员发现了三处稻洞 稻洞深入田土 他们有没有大川过失呢 过失越来越近 稻洞的年代和走向也终于有了定论 在墓葬的南面的道口里面发现了一个铁制的一个斧头 按那个斧头来推断的话 那应该是秦寒实现 晚期的是我们在道中里人清出来有 现代的什么钢筋啊 矿泉水瓶啊 手套啊 这些东西 还有电筒 矿泉水瓶上 还有年费 2006还是2005年的矿泉水瓶 木坑内的田土层层向下清理 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出现 这三处稻洞均已打到果实 其中一条为现代稻洞 另外两条秦汉时期的稻洞 让人看着揪心 他们分别从西边和南边进入了果实 这一时期 盗墓贼的目标很明确 他们主要盗决的是偷向 因为陪葬的所有青铜礼器都在偷向 看来在2000多年漫长的岁月里 大墓遭受了不同年代的多次叨扰 尤其是大型青铜礼器 或许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被盗走 加上现代盗墓贼见钱眼开 恐怕留给陶谷队员的 只有满地的惨破碎片 如果真是这样 陶谷专家们还能否考证出 到底是哪位显赫人物 埋葬于此吗 大墓的结局会像以往发掘的 大多数楚慕一样 成为一座无名众骂 山东太阳挖出西楚霸王项羽墓 当考古专家打开彩绘棺材盖板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 他们竟然在内关的棺盖上面 发现了一个42码大的红色大脚印 这个脚印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带着疑问 考古队员队主墓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就在这时 车马坑发掘小组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们竟然在大墓的旁边 清理出来了一大一小两座车马坑 要知道 在以往发掘的楚国墓葬中 车马坑很常见 但像这种分一大一小两个坑 陪葬车马的情况 在考古史上还是极为罕见的 专家想尽快揭开围绕车马坑的特殊现象 经过20多天的清理 两座车马坑内部的全貌 终于展现在人们眼前 一号坑长18.2米 宽4.45米 物量马车并排摆放其中 陪葬有12匹马 二号坑长3.66米 宽3米 虽葬一辆车 两匹马 按照楚国的葬指 虽葬的马车数量通常为单数 拉车的马匹数量 则和牧主人的官职等级相关 而一号坑和二号坑 车马总数为六辆 这又是为何呢 专家根据一号车马坑坑道 与牧道的对称关系分析 大牧的整体布局 也应该遵循了对称原则 那么一号车马坑的北面 很可能还有一个 三号小车马坑 里面葬有一辆车 一共有七辆车随葬 这样就符合了多数楚牧 陪葬马车数量 为单数的规律 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北侧不知从何时起 修建了一个小水塘 不仅破坏了一号车马坑北部 还彻底覆盖了 可能存在的第三个 车马坑的范围 由此专家推测 在一号坑的北面 还有一个类似的坑 而且海藏有一辆车 也就是说这座大漠 应该有七辆马车陪葬 随着车马坑的清理发掘 接近尾声 考古队员在车内发现的几间器物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在车马坑随葬的车辆中 百分七五甚至还有几间兵器 这样的陪葬方式 在中国考古史上 还是第一次发现 这会不会是一辆战车呢 一场大雪过后 考古队员加快了发掘精度 到了1月16日 发掘现场变得喧嚣起来 大漠再被掩埋了2000多年后 第一次暴露在阳光之下 为了获取墓葬的全景照片 考古队请来的热气球 进行高空拍照 尽管经过前期的勘探 人们早已经知道 这将是一座罕线的大漠 但从空中俯瞰 一层层整齐的台阶 向下延伸收缩 形成了一个 倒立金字塔形状的墓坑 开始震撼到了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这是一座甲字形超级大墓 墓主人一度被专家认为 是西楚霸王项羽 这种大中型墓葬来说 台阶肯定是跟级别有关的 我们最后请的这座墓葬 是15级台阶 它的级别就应该是比较高了 多层小跨度的台阶 是楚墓的独特形式 同时期的北方大墓 往往只有几层台阶 著名的秦宫一号大墓 规模远超瓷墓 或是深大24米 而且该墓还有186人 为其殉葬 以秦宫尊贵的身份 才使用了三层台阶 据专家介绍 楚墓这种独树一帜的台阶设施 具有双重意义 首先是身份的象征 墓主身份越高 权势越大 墓坑就会更深 台阶更多 墓道更长 其次 修建台阶也是为了防止 坑壁崩塌 大墓15级的墓坑台阶 暗示了墓主人的身份 格外尊贵 作为楚国独有的墓葬等级制度 台阶是推断墓主人 身份高低的有力证据 那么 这座甲字形大墓 到底是不是西楚霸王项羽呢 据实际记载 项羽在乌江自问身亡之后 汉将为了争夺他的尸骸 向刘邦陵上封 竟然互相残杀了起来 最后损失数十位将军 才得意平息 王已因攻杀项羽历头功 拿项羽人头向刘邦陵上 被封为了杜眼猴 其余四将分别拿项羽身上一个部位 向刘邦讨要赏赐 为了确认尸体是项羽本人 刘邦命人将项羽五体拼成一块 拼成以后 果然是项羽本人 最后五人都被封了猴 也就是说 虽然项羽是自吻而死 但他的尸体最后被肢解了 据史料记载 项羽的根据地 在古城一带 项羽死后 就被安葬在古城附近 当时的古城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泰安市 所以一直有人说 这座墓就是项羽的墓葬 项羽因生前地位尊贵 任称西楚霸王 是真正的英雄 所以死后 当然要被厚葬 然而 在没有出土任何 可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物之前 这些也只是猜测 距离揭开谜底的时刻 越来越接近了 那么我们的国盖版 这个时候已经暴露出来了 基本上都是用栏目制作的 国盖版上面有竹席 竹席那个文式文路 也很清晰也很漂亮 此时果实正安静的卧云墓穴 深深的底部 它本应该是一个等待打开的宝盒 然而 在阳光的照射下 果板上两处汉代道洞 和一处现代道洞 显得格外眨眼 面对刺眼残缺的果实盖板 考古队员心情复杂 像这样果实结构完整 没有坍塌的大墓 现代的盗墓贼 一旦进入果实 便可以肆无忌惮地破坏文物 墓室中的文物可能所剩无忌 但考古不是开关取法 在现代考古学的精工细作下 能否找到残存的文物 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呢 看着庞大的果实 专家不由地 对大墓主人的身份更加好奇 盖板下面的果实主 会是怎样 以复景象 当考古队员将果盖板揭开以后 突然 有人在果实内 发现了一件大型器物 当专家走进去细看时 愤怒不已 大声怒斥道 简直是 禽兽不如